那這次的起因就是四方公司從九月份開始 我們的薪資一直是屬於不穩定多發的狀況 有延期也有減半甚至延後發放 那在十月份十月十五號本來應該有一個變動薪資是關於獎金的部分 因為適逢禮拜天按照四方的慣例 我們是在十月十三號要提前撥土 那十月十三號薪水沒有到帳的同時 我們也並沒有收到四方公司的任何的告知 因為四方公司已經從四月份到至今已經是第三次拖欠薪資的部分 那我們所有的司機決定不再去寬容公司這樣的一個動作 在今天所有司機集結來到勞工局做勞資糾紛協調申請的一個地狀跟申請的部分 那我們的訴求其實很簡單 第一個就是要求四方公司立即發放屬於我們應得的薪資部分 那第二個因為這家公司一貫的這種舉措 那我們已經沒有辦法跟這家公司以誠信的方式合作 那我們依照勞機法第十條 我們提出跟公司終止勞動契約 並且要求公司支付我們相關的資險費以及特休代金的部分 那同時我們也希望市政府這邊能夠動用公權力 將四方客運還基存還在市政府這邊的補助款 能夠做一個動解或是扣押的動作 那以其能夠保障我們這些司機的薪資 薪資的給付的提供 那必要的時候甚至請市政府是否能夠做一個代為撥負的動作 以避免四方公司做一個縮財或者是說提名補助款之後逃逸的動作 非常重要 對osa 本人的牌 本人的牌 我們登壁 延長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